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剛剛行政長官可誠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說政府早前的新聞稿已經清楚表明了 第二個一百億的援助定義是普惠措施和受惠的澳門居民, 他說道是很清晰的。 同時可誠也說道政府現在收集中意見, 有很多不同的社團和個人亦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出書面意見, 政府仍然在分析中, 當中有一社團提出外用受惠的建議和政府的定義不同。 可誠強調政府是會收取各個社團發表的意見, 但不是全部都要接納。 這就是關於之前中華總商會提出的, 說派三千元消費券給外勞的點去做回應。 現在看到特首又說道, 一開始我們第二個一百億援助的定義, 就是普惠是給澳門市民的不是給勞工的, 一開始已經說得很清晰了, 但是為何社團還會提出一個這麼離奇、 這麼離地、這麼神奇的想法出來給政府呢? 我真是不明白。 而且先前我都有提到, 那個派三千元給外勞那件事, 就是社團提出的, 不是政府提出的。 我相信現在特首這樣解釋完, 大家應該都是叫做可以放下心了, 希望到時它的普惠措施是每個市民都可以幫得到。 再補充多一點點, 剛剛就有議員問到, 第二個百億的普惠措施的詳情, 行政長官何一誠就說了, 收集中各方意見, 就強調第二個百億的普惠, 澳門居民的定義不變, 外勞肯定沒有, 說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了。 這裏就是今集的內容,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